當中可以說是很多的人 异於常人的能力 我們要對他怎麼樣 至上非常高的敬意 那麼好比說 看台北股市的加權指數 可以看了幾個月崩盤 結果還沒有崩的空投總書令 我們要怎麼樣 對他至上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敬意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要知道 他必須忍受這種 看崩盤而怎麼樣 不但沒有崩還長的這種煎熬 講快一點 就是被嘎的煎熬 以及怎麼樣 遭受不到會員的一種痛苦 那當然很多人會嘲笑他 我覺得千萬怎麼樣 不痛啦 因為人家已經很怎麼樣 很可憐了 我剛才不是有講了 有分析了嗎 我們孔子 不是這個應該說孟子 對孟子說人都有這個 側隱之心 對啦 所以我們必須要怎麼樣 要同情他 我們不能夠怎麼樣 這個講話來嘲笑嘲諷他 這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看崩盤而沒有崩盤 這就是我在教學的內容常常講的 我說啊 這個找小朋友來看都知道是多頭 因為各位看我的指揮棒是這樣子畫嘛 對不對 這個是多頭 如果這是一檔股票的話 那麼他就是多頭 那這檔股票呢 有拉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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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那個叫做次級趨勢裡面的一個修正而已 根據道士理論來看 台北股市毫無疑問就是多頭的趨勢 我們應該把握住怎麼樣 拉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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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之後 好好的怎麼樣 選擇好的股票來買進啊 而不是每一天去嚇別人 或是嚇自己 錯失了這些絕佳的怎麼樣 拉回的漂亮買點 所以你們各位在看節目的時候 當然你如果把他的節目要當作是笑話在看 我覺得不要這樣啦 大家有同情心嘛 這個測影之心 你應該覺得說 他是多麼的 從毅力的角度來看 他非常有毅力 他堅持他的己見 當然我們不能說 他睜眼說瞎話 要崩盤結果沒有崩 這樣不好聽 不要這樣子講 新的一年要說好話 對不對 可是有些人看了他的節目之後 就會真的把股票賣光光 然後反手放空再怎麼樣 低檔 那這個一來一往 就怎麼樣 葬身古海 是不是 輸到脫庫了 所以呢 要選對的節目跟對的人 不一定要選我 我沒有這樣子講 如果今天我講說你要跟我 那就不要臉了 對不對 我不像很多人都 叫你們去找他 說非他不行 沒有這回事 那各位看股海 老船長的節目 我必須要對大家好嘛 是不是 這節目一開始 我就把最正確的觀念 告訴大家 那就像你說歐美要崩盤 崩了沒沒有崩啊 QE退場就要崩盤 誰規定的啊 我說過 根據貨幣乘數的效應 你看你又沒有讀過經濟學嘛 貨幣乘數的效應 時間要六個月後才發酵 所以從開始QE說要退場 真的真的開始退場 真的開始退場 你錢才會少嘛 然後從那時候開始算六個月 那可能我認為 這個大回檔的時間應該是在第二季 暑假的時候你要特別小心 那老船長那時候怎麼辦 沒有關係嘛 那個時候還有我嘛 是不是 那麼你避開了那個風頭之後呢 第三季 歐美股市如果也這樣子大回檔 第三季全世界一起來 走什麼面 對 走基本面 那之前漲是漲貨幣面 聽得懂嗎 是不斷的印鈔票QE 然後這樣漲上去的 那個不代表經濟 所以它會有一個很大幅的修正 我說過第一季或者是第二季嘛 我從去年底就警告你了嘛對不對 沒有人規定一定要第一季或第二季 但是呢 我說你要看歐美股市嘛 既然歐美股市不願意死嘛 目前看起來對不對 那時間往後拖 那第二季的可能性就比較高 了解 好了解 那麼了解之後呢 就了解 廢話嘛 好 那現在我們要來看個股 那既然今年這個有機會 比去年有機會賺到大錢的話 那我是指整個全球經濟 這個慢慢在復甦啦 那你想買什麼股票 老船長 我跟你講 我想買啊... 好... 你不用講了 我知道你要買得很多 有這麼多觀眾 每一個都跟我講 那我聽不完了 對不對 各位聽我講 我們看好的是什麼 這樣可以吧 老船長 我看你測標 寫這個 很有興趣 很有道理 御心科是何等人物 我知道你不知道 那沒有關係 有些人也是拿來吹噓 招收會員 那個你不要相信 這一集 我跟你分析完之後 你要特別的注意跟小心 那麼下一波 如果有機會狂飆 大漲 創新高 跌破眼鏡的時候 你就怎麼樣 不會錯失機會了 那講話要有憑有據 對 各位不是小孩子 不是三歲小孩 對不對 我講 我分析 你聽 你覺得沒有道理 你不要相信 對不對 看節目是這樣子的 自己要有判斷能力 好 那我們講到過去一兩年 生計股飆翻天 請問飆的是什麼 人家這樣問你的時候 你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飆翻天 所以我就說你一整個怎麼樣 不用工不努力 不仔細 不細心 那老船長你講 我寫在測標很清楚 過去生計股 譬如說 自行這種飆翻天 對不對 基亞 老船長 自行基亞已經好久沒有投顧分析師敢講了 對 那為什麼自行這個4162 曾經標到這個地方 快到300塊 為什麼 全力金嘛 基亞呢 200多 這怎麼標的各位 這怎麼標的 全力金 啊 新藥啊 如果啊 經過臨床測試啊 怎樣一次兩次 到最後全力金會灌多少EPS進來 所以股價相對就怎麼樣 要多高 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看他公司搞不好都虧損大王 沒賺錢 股價可以炒到兩百幾十塊啊 各位觀眾啊 炒的就是全力金嘛 但是去年一整年怎麼樣 炒不動了 因為一個題材久了 他會麻痺的 而且主力怎麼樣 紛紛都可能下車的下車 或是怎麼樣 休息的休息哦 你討不到便宜的 但是政府呢 有沒有繼續推動生計 有沒有 有 我跟你講 台灣推行生計哦 條件再好不過 我說過從日據時代 日本人說你們只能讀醫學系啊 不能搞政治啊 所以你看台大有沒有 第一志願醫學系 到現在沒有變啊 對不對 台灣的 就是那個時候奠地的醫療人才啊 美國要跟我們學健保 中國大陸台商生病要爬回台灣來醫治 因為怕他們那邊太黑太爛 表示我們的生計哦 是領先世界的 而且人才積極啊 那生計裡面有分很多的部分對不對 新藥的部分 權力金的部分 再怎麼樣 已經炒完了 結束了 去年一整年你再去買的 已經沒有怎麼樣 討不到好便宜甚至都套牢 對不對 但是因為這樣子代表生計產業結束了嗎 當然沒有啊 生計裡面除了新藥這一塊可以炒 請問還有什麼 有很大的利基的 這個老船長是 我知道你不用講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測標抄起來 檢測 還有怎麼樣 醫美 生計股不是說只有做藥的才叫生計哦 檢測還有醫美都算 老船長什麼是檢測啊 請你往我這個指揮棒用力的看下去 來 育心科 4161代號先記起來 什麼是檢測 各位看清楚啊 來導播照鏡 育心科有三合一功能的什麼 什麼叫三合一 各位觀眾抄起來 血糖 膽固醇 尿酸 欸 你有沒有血糖過高 你有沒有膽固醇過高 你有沒有尿酸 老船長不知道耶 也不敢檢測 因為去醫院很麻煩耶 育心科 他的產品 看清楚 銷售以代工還有自有的品牌哦 他有幫人家代工哦 他也有自有的品牌哦 在做這個三合一的功能 因為只有一種功能 不夠好 要三種的這種檢測儀啊 看到沒有 他是全球唯一的血糖 血壓 膽固醇 所謂的怎麼樣 欸 三高的檢測機啊 看清楚哦 他把這三個合在一起 一次來幫你做檢測 各位觀眾 生技哦 涵蓋的範圍很廣 檢測這一塊哦 我 請你們記住 是今年的很大的一個重點哦 Visame呢 很簡單 為什麼有心藥 哇心藥可以對抗癌症 對抗什麼病哦 所以說大家都怎麼樣 希望發明 最好是吃了怎麼樣 長生不老 對不對 因為人哦 尤其是有錢人 請你記住 有錢人最怕什麼 老成長我告訴你 先等一下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回來你告訴我 有錢人最怕什麼 老婆 他是蘇富比拍賣的長客 在新店名人下 以收藏家的眼光 典藏最美的人生風景 極致工藝 鋼石列珠 大氣禮兵回車道 人生最有價值的收藏 玉上圓 極美落成 29188811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破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是要消極地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地創造獲利 啟發頭部 當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這件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部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部 02-2389-8689 02-2389-8689 中文字幕提供 老船長 廣告時間我們想過了 有錢人最怕的就是兩件事情 一個是掛掉 一個就是怕老來怎麼樣 掛掉了嘛對不對 一個是怕怎麼樣 尤其是貴婦 年紀老了大了對不對 怕變醜了 所以要怎麼樣 要去醫美啊 要去怎麼樣 擦抗氧化的 因為我們會老嘛對不對 皮膚抗氧化的 是不是 就比較不會那麼老 各位有保養有差耶 看一下我們何麗玲小姐 以她今年的年紀來講的話 她算是非常漂亮的美女啊 對不對 各位比較熟悉的 這個藝人的攀影子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女孩子年紀大了 有錢了 她想要怎麼樣 用醫美的這一塊 讓自己比較沒有那麼快老嘛 對不對 那有錢的人怎麼樣 像郭台銘先生 她就常常要怎麼樣 要檢查 因為她是太多人靠她吃飯了 所以她要怎麼樣 看她自己身體健不健康 身體健不健康 檢查一下血糖啊 這個膽固醇啊 尿酸啊 這個重不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們往下看 來 在美容保養來講的話 育心科喔 4161喔 它有國內唯通過 ISO 什麼東西 國際化妝品牌的怎麼樣 認證 看到了沒有 然後呢 它的天然蝦紅素 有沒有 是頂級的怎麼樣 看到沒有 自然界中頂級的抗氧化的元素啊 做成保養品啊 目前獲得日本大型藥廠的採購 注意喔 要幹嘛 預計將怎麼樣 做為 這個你們很熟悉的 阿滋海默 這個藥品 還有保健食品的原料 喔 老船長 我們都認同了一件事情 雖然我們不懂股票 我們都知道 年紀大呢 就怕醜啊 怕老啊 怕掛掉啊 那你有沒有毛病 會不會掛掉 你要靠什麼 靠檢測 那你要怎麼樣 永保青春美麗 當然是 雖然是不可能啊 但是盡量把時間拖長一點嘛 對不對 那就要靠什麼 靠保養品啊 醫美這一塊 所以我說生技的範圍很廣啊 你不要再去買全力金 因為那些股票已經炒到怎麼樣 全力金 它拿到多少錢 增加EPS 可以到多少 股價已經反映了 所以去年一整年跳進去買的人 都怎麼樣 賺不到什麼便宜啊 討不到好處啊 但是不代表生技 這個類股結束了 對不對 你也認同嗎 我們的總統馬英九先生 立法院長王金平先生 也在大力怎麼樣 提倡生技這一塊 因為他們應該都有幕僚告訴他們說 台灣其實是一個生技島 因為醫療人才怎麼樣 季極啊 就是我講的從日據時代以來就是如此啊 好 那光這樣夠不夠 不夠啊 你說光是檢測跟醫美這一塊的 對不對 我們鎖定4161的預星科 另外 你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我知道你們聽不懂 你就假裝你懂 各位知不知道 所謂的CB可轉載 老船長好像有聽過 譬如說你按4161是預星科對不對 你按4161 CB1 你就會看到預星科1 就是預星科這家公司 發行 第一次發行怎麼樣 可轉載 你看它的價格 看到沒有 各位看到沒有 老船長為什麼是這樣子 當初發行可轉載CB 我怎麼不知道 第一個 你根本不懂可轉載 可轉載就是有一個 規定有一個價格 到時候那個價格你可以去轉換成股票 那麼這中間可以做套利的動作 對不對 有些觀眾知道 那如果這個是一個很棒的公司 對不對 它發行可轉載 它的股票有願景會大漲的話 很多人會想要買可轉載 對不對 就去巡價圈購 有的人沒有想要去買 對不對 可是後來發現買不到 為什麼買不到 為什麼買不到 因為被特定人士 全部收走 怎麼可以這樣子 當然可以啊 本來就可以洽特定人士啊 那誰要全部收走 我問你 有些事情我會點到為止 有些事情我會點到為止 你聽得懂嗎 今年 所有的觀眾 我麻煩你們做一件事情 第一 你要鎖定生計 然後你要鎖定生計 還沒有發酵的題材 因為去年前年都在炒什麼 應該說是前年大前年在炒什麼 在炒權力金 那個已經爛掉 所以去年再去的都掛掉 沒有賺到錢 但是生計股沒有結束 我講的 你注意聽 政府就是這一塊 因為台灣能夠怎麼樣 推動的除了科技產業以外 就是生計的 不然台大第一志願是什麼 醫學系啦 新來的啊你 對對對我知道 好 題材非常重要 實質面的需求重不重要 重要啊 要不要檢測設備 要啊當然要 因為人都怕死嘛 有錢人更是啊 要不要醫美 要不要抗氧化 要不要讓自己變得更年輕漂亮 要 這樣的題材比較沒有炒到 你要注意喔 那這還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剛才講的可轉載 各位可以從 這個地方去研究一下育心科啊 你如果不懂 你可以找高手高手之高高手去請教他 育心科的可轉載有什麼學問 我只點到這個地方為止喔 當初你沒有買 當初你沒有買 你沒有買到 那個是事實 已經發生的事情可轉載 我不管你懂不懂喔 育心一一啊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有一個加個一 第一次發行的可轉載 你沒有買到那是你的事啊 那個不重要 但是你可以去查查看 為什麼 如果你要買的話 為什麼你買不到 所以今年大家要鎖定生計裡面怎麼樣 又要發行可轉載的 尤其是怎麼樣 大家都買不到的 這個很深 我知道觀眾聽不懂 我們來看一看育心科的股價表現 嚇我一跳 漲完了沒 結束了沒 看一下喔 看一下喔 股價漲高之後的怎麼樣 修正 量有沒有說 有 非常漂亮 在修正的時候絕對不能夠放量 在漲的時候一定要有量 看到沒有 一定要有量 拉回整理的時候一定要量縮 看清楚沒有 量縮整理之後 有機會再拉一波 所以 那個沒有賺錢的 炒權力金的什麼基亞啊 智勤有沒有 炒到兩百幾十塊 育心科有沒有賺錢 當然有 但是我中的是它的題材面 檢測跟醫美你要特別注意喔 它的東西是非常好的 各位去查這個基本面 人人都查得到的 但是它的殼轉載 你絕對不會去查 你也不懂這一塊對不對 這幾天你趕快的去研究一下 然後找高手去怎麼樣 教你細部的原因 了解我的意思吧 在還來得及 有機會再大漲一波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錯過 生計股啊 會是今年上櫃喔 注意喔 上櫃 因為他們股本都不大喔 看到沒有 育心科股本多少 3.8億喔 我認為一定還沒有漲完 因為股本只有3.8億 它發行多少張CB 就是可轉載 你們去查 我這邊賣個關子喔 還不少喔 有沒有特定能全吃 所以喔 我說過去年一整年我不碰生計股 結果我是對的 今年啊 我鎖定的是上櫃的 生計啊 你要做這一塊的 你就鎖定我的節目就對了 這一集看完到這邊 我相信你有一個大概的了解 不相信我的人 你就去查 就去研究 一旦研究好之後 我希望你都來得及 未來的一波 你要注意啊 真的 你真的要注意啦 整理之後還會有一波啦 我認為 因為可轉載 因為可轉載 好不好 我就暗示到這邊 有些東西喔 不能講太明啦 各位聽得懂嗎 我的節目是很有深度的 你真的想賺大錢的人 你今年要鎖定我的節目啊 當然你還是可以繼續買你的什麼 太陽能啊 LCD LED啊 我沒有意見啦 你要知道台灣的生計喔 絕對是怎麼樣 不是韓國和中國大陸可以夾殺的 聽得懂吧 你偏要去買那個電子產業 有這麼多的競爭對手 你討不到便宜的 腦筋轉過來 去年整理了一年了 今年就是要做這些 題材一定要抄下來 看清楚了沒有 然後自己好好的去研究 CB可轉載這一部分 而且你先研究育心醫 去找最高手懂的人 你一定要記住我今天所講的話 告訴你所有的親朋好友 趕快來鎖定這一集 那麼今年你就有機會怎麼樣 賺到你沒有辦法想像的財富 今天感謝各位收看 節目結束之前 請你注意這個地方 我們再會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你應該選擇安全的方式 你應該選擇安全的方式 開車不分心 你我都安心 交通部關心您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過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花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投顧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投顧 02-2389-8689 02-2389-8689 欸 設立便當跟杯湯 那含量不是很高嗎 那很高 看一樣標示啊 那鹽是造成高血壓的原因之一喔 那多少才叫高啊 成人每日那種攝取量 不宜超過2400毫克 也就是6公克食鹽 我一餐那含量就超標 那我還要注意什麼 那很容易 天然的較好 鹽 醬油 番茄醬 調味品少吃 加工調理食品 要注意看營養標示中的那含量喔 要高血壓防止 那就別超過2400毫克 爸 腰出去了喔 爸喔 活動痛啦 那到新竹大醫院看 明天呢 我要去討練喔 看鴨子 那後天呢 就到台北 去檢查眼鏡 爸 大醫院病人多 比較有可能會